好山好水茶河天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好茶播会说茶 我是梁秋雨 在茶叶界说起范增平先生 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 他是把台湾茶艺带到大陆的第一人 同时他所创立的三段18步茶艺操作法 也成为行业里的一个经典 范增平先生大学时期就开始洗茶 之后一直致力于中国茶文化的研究与交流 在他几十年的工作积淀中 他结合禅道如思想 提出了中国茶艺三段18步操作方法 因为我看电视看到跳水 电视转播跳水它还可以暂停 还可以倒带 又回过来看这个角度 是不是 我这想着茶的操作 你要茶一诗考试 有人说为什么他六十分 我五十九分我不及格 茶在哪里 我们录像出来可以一个一个分析 不是很主观的 所谓可操作性应该有客观性 所以我想到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过程都能够有一个符号化 公式化 规格化 三段18步就是整个茶艺表演的过程 分为三个阶段 18个步骤 这三个阶段就是准备阶段 操作阶段和完结阶段 18个步骤 镶嵌其中 缺一不可 三段18步适用于各种茶类的茶艺表演 不管是乌龙茶 红茶 还是盐茶 花茶 它都可以使之 熠熠生辉 井上添花 虽然它是一个操作性比较强的规范标准 但也不同于日本茶道表演 而是提炼于生机盎然的现实生活 日本茶道比较重视精神的部分 尤其跟宗教的结合 尤其跟禅宗的结合 所以它的动作基本上是非常重视细节 还重视这个静 安静的静 那我们三段18步比较与时寂静 就比较跟现实生活结合 我们中间可以有喜悦 可以有一点点交谈 是不是 不是正经伪作 当然内在是正经伪作 表现在外呢 还是活泼一点 可以说 三段18步是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的 范增平认为 任何的茶艺表演 都要有内在修炼 茶文化的真正核心价值 他觉得可以用18步中的最后一步 和静 清记 这四个字来概括 那和就是和平和谐 现在我们讲构建了和谐社会 就是这个和 静 我们做事情要负责 对长辈进 清要清廉 因为入语茶经上面 茶最精行简德之人 精行简德就是清 急就是很多事情要比较沉稳 不要浮躁 万赖即急那个急 这个是我认为 基本上就是茶艺或茶道的核心的 范增平先生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一个茶人 而是一个有着折人风范的学者 他主张喝茶可以喝得很简单 把水烧开冲下去把茶泡好 然后把茶喝掉 这个过程的确是简单易行 但是也蕴藏着深刻的哲理 舒舒服服的喝一杯茶 愉愉快快的吃一晚饭 这就是他的简约生活 9月29号 由福鼎市政府受牌的福鼎白茶福州推广中心正式成立 这意味着福鼎白茶将以福州为中心 向全国市场发起进攻 10月16号 福州名茶文化城将举办茶人之家张天福 第八届米茶杯获奖水仙茶饮品会 届时将有六县市30多家企业的水仙茶 供大家品饮 不妨蹭茶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